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跨文化交流 参考经文 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启示录七章九节 神在祂的宏伟设计中 呼唤我们 拥抱跨文化交流 庆祝我们当中的多样性 启示录中的意象 让我们瞥见了永恒的国度 在那里 来自各个国家、民族 说着各种语言的人们 将团结一致地站在宝座前 敬拜我们的主和救主 跨文化交流 让我们体验到 神创造的丰富和美丽 当我们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 我们可以学习成长、开阔视野 我们会发现 造物主慈爱之手 所编织的巨大人类之景 这也要求我们 谦卑、开放 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它要求我们 抛开先入为主的观念 欣赏他人的背景和经历 透过真诚的关系 我们可以促进合一 打破隔阂 弥合分歧 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 学会爱人 接受他人本来的样子 这样 我们就会成为 和好与合一的使者 向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彰显神的心意 今天 让我们寻找机会 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触 倾听、学习 并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愿我们的生命 见证神爱的大能 促进各国人民的合一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珍视你多样的创造 求你使用我们来促进 合一与美好 彰显你的爱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美好 合一 打赏 给你 启来